大家好,今天咱们讲奇门遁奖第21讲,12掌声首诀速记 按照咱们的首诀图去记呢,会很快的记住12掌声这个表格 好,大家可以在这里看 这个是十二地支,十二地支首诀图 这十二地支首诀图,咱们今天就用它来记一下天干的十二掌声 天干的十二掌声,咱们先要记它这个顺序 掌声,沐浴,关带,灵关,地望,衰,病,死,目,觉,胎,阳 好,主要记这几个,把这个顺序记住 然后呢,再就是记第一行 对吧,甲,乙,病,病,物,己,更,心,刃,回 它们的掌声是在哪个位置上 然后后面就不用去记了,推理就可以了 这里,一定要记住,羊肝是顺,顺着推 应该是逆着推 把这个知道 那甲木,咱们要讲啊 第一个,大家看,甲木掌声于亥 甲木掌声于亥 那,咱们就从亥开始起掌声 那,这个是掌声 沐浴,关带,灵关 帝望 这个就是衰 病 死,目,觉,胎,阳 好,这个就推过来了 甲木呢,它属于阳木 然后要顺时针去推 那,下一个就是看饼和物 这个饼和物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从银开始起掌声 然后也是顺时针去推 这些记录 另外还有一个规律啊 看一下掌声 帝望 和木 这三个 以甲为例 它的掌声位是亥 那,它的帝望位为卯 它的木为位 也就是亥 也就是亥 某位 这个是 大家应该记得 这个是三合菊 对吧 三合木菊 亥某位 那,甲 以亥起 这个大家应该记得比较清楚 那,丙物呢 它的三个位置是 银 武 虚 丙熟火 那,它是火菊 对吧 哎 再去记耕 耕是 死 死 有 丑 对吧 死有丑 那,它和的是 金菊 但是,以四为起点 往后推 这个只要大家记住第一个 掌声 那,看下一个 人 人起 身 那 身 子 尘 对吧 这个就是它的 它的这个 掌声 地望 和木 这三个的位置 好 这个呢 咱们记住 看完这个 阳干 然后呢 再去看阴干 就可以了 应该呢 是 以 顶 己 心 鬼 是吧 以顶己心 鬼 那 以 它的掌声 位在五 上面 掌声是五 而这个 以木啊 要 逆的推 就是逆向的去转 转它的十二掌声 因为它属于 阴干 所以呢 咱们要逆着去 那 同理 丁和四 来 取 有 那 那这个 心呢 心 起于子 也是逆着去推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鬼水呢 起于某 对吧 其实这个 阴干呢 它也是在这个 三合局上面出现 这三个 但是它 如果你去记的话呢 可能会有点乱 你看 以木 起于五 它的三个位置是五 引 虚 引五虚 对吧 这个是在五上面 那 这个呢 是 四有丑 在有上面 不在四上面 所以呢 它都是 有区别的 对吧 咱们主要记住 它在哪个位置上 再一个去记呢 就是 阳干的四个掌声 是 是什么 银身 四害 这个 比较好记 银身 四害 这是 阳干的 四掌声位 子 五 毛 有 是 阴干的 四大掌声位 这个 记住以后呢 大家就能 很合理 很好的 记住 怎么去推了 一个记住 阳干 是 顺时 人推 银干 是 逆时 人推 再一个 记住 十天干 掌声位 是哪个 后面 就 内推 就可以了 记住 十二掌声 的顺序 是怎么个顺序 后面 很简单 这个呢 大家可以花 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记住 好 今天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